美国去年商品贸易逆差第一次超过了1万亿美元 而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增幅达到了将近15% 欧洲液化天然气进口在1月份大幅度增加到了4倍 成为对俄罗斯的筹码 因为很多的进口都是来自于美国 还有欧盟也公布了芯片法案 这方面跟美国会有竞争 欧洲跟美国都要巨额补贴芯片 中国要分析的是好戏会出现在三年之后 美国2021年全球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7% 创下1984年来的最高的水平 那么这个让美国总统拜登非常骄傲的数字的背后 伴随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 在去年也创下了新高的记录 其中尤其是商品贸易逆差 马上看数字 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 美国2021年整体贸易逆差 8590亿亿美元增幅27% 占GDP的3.7% 其中商品贸易逆差将近有1.08万亿美元 增幅18.4% 占GDP将近5% 日经新闻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标题 说美国2021年的贸易逆差 指的就是商品贸易逆差 第一次超过了1万亿美元 造成贸易逆差扩大的是强劲的内需 美国拜登政府在去年3月份 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疫情纾困法案 由于采取了每个人最高发放 1400美元现金等等的措施 家庭经济情况获得改善 去年的商品消费也比前一年增长12.1% 对经济复苏起到了拉动的作用 而去年由于全球经济复苏 美国的出口额也增长23.1% 达到了1.7546万亿美元 除了原油 天然气等能源的出口之外 药品的出货量也出现了增加 再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进口数字 去年美国的进口额是2.8329万亿美元 增长21.3% 由于疫情之下 人民的居家时间增多 包括了智慧手机和个人电脑 在内的电子设备 家具 玩具等 消费者常用的产品需求增加 这些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于中国大陆 和越南等的进口商品 从供求关系紧张的半道底看起来 数字显示了来自台湾地区的进口在增加 那么从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到 对中国的贸易方面 美国统计局在星期二的数字显示 去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 扩大450亿美元 达到了3553亿美元 增幅有14.5% 这是2018年创下4182亿美元 记录以来的最大逆差 在去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 比2020年跃升了716亿美元 增幅16.4% 达到了5064亿美元 这也是2018年来最高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实际上也有增加 增幅有21.3% 达到了266亿美元 有创纪录的1511亿美元 但是如果说从去年中美的贸易情况 看起来美国的媒体这么说 中国还没有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增加购买的承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Chate Boone对于这个媒体表示 中国只有完成了整两年商品跟服务 采购微博的57% 而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琪 上个星期已经表示 中国没能够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的承诺 目前跟中国就在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日经新闻引述专家的话说 今年看起来美国的贸易逆差 还是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一方面是美国本身的贸易保护主义 一方面就是美国面对11月份的中期选举 会有更多内向的风险 总而言之呢 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在一个高位 我会来谈一谈 美国呢 国际贸易增长非常强劲 当然这个逆差增长得更快 因为它大量的这个商品的需求 美国人到最后他又拿中国来说事 一个就是对中国的贸易的逆差 还有比去年增加450亿美元 第二个就是因为大家双方都很关注 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到底怎么定性 然后呢就决定下一步谈判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措施 所以呢你被这些标题都迷惑了 那一定要穿透过去 看看真实的情况 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动趋势 所以我们先看 大家现在普遍看到的数据 就是商品加服务 商品加服务呢 其实美国的服务对中国出口 是一直是顺差的 所以呢这个加起来 在2020年的时候 对中国是商品加服务 它的逆差是占了总逆差的45% 那到2021年呢就降到了41了 好了 那么美国人他没有说的 就是商品贸易本身 因为去年是1.09万亿美元的逆差 对中国是增加了450 但是呢对全世界它其他地方也增加了很多 当然也有顺差的 但是总的说是增加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呢 这里边呢 它对中国增加14.5%的逆差 它只说这个数 它不说呢 它对全世界增加18.3% 那对中国的增量低于对全世界的增量 那就意味着中国的比例也是在下降的 所以它就不看这个数 而且这种数我们就会看到呢 未来在双方的贸易谈判当中 其实就是双方贸易谈判的代表们 拿来说事的时候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要穿透 不能光看美国那边说这个事情 一定要看它背后的这个趋势的走向怎么样 谢谢文辉仔细分析了这个数据 美国国内需求推高了当地的通货膨胀 超出了预期 而美联储对此产生了更大的加息压力 这种加息压力又推升了美国十年起的国债收益率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今天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跟星期二一样 最高位上到了1.958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美国整个的包括了通胀 究竟要怎么去解决 那么相关的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也是会有受到压力的 美国十年取美债收益率直扑两厘 那么在这两天高见1.958厘的水平的时候 有分析说如果再突破两厘的水平 这可能会出现2019年8月以来的第一次 而这也显示了全球债息持续飙升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就预料 环球债息今年可能会挑战三厘的水平 比如说澳洲的债息 就是这个国债的收益率 还有英国国债的收益率都在上升 但高盛和花旗都建议投资者不要压住 美联储会因为通胀压力上升 在3月份就进行大幅度的加息 他们认为不会有加息0.5厘第一次的这种情况 另外旧金山联储银行总裁戴利 星期二在对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说 美国的高通胀率可能会进一步的高升 然后回落 但是在情况好转之前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肯定是会好转的 但是他说预计到今年年底的时候通胀率也不会回落到2% 说了也就是说这个美国的通胀率还是会比较高的 持续至少在今年 那么在美国通胀上升压力之一还是来自于油价 油价现在已经向每桶100美元的目标前进了 在这两天的时候 IC不由曾经高减94美元 今天回到了90.2附近 这时候美国的页岩油企业忙起来了 一些高成本页岩盆地的原油生产商忙着买入资产 增加钻机还有压裂的工作人员 因为相对来说现在的成本都是比较划算的 相关的业者说如今钻探的经济性 比页岩革命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 白宫发言人菩萨基灾星期二就说 美国政府正在同时跟石油生产国 还有消费国磋商应对高油价 说正在跟产油国讨论计划当中的增产 也跟消费国讨论释出战略石油储备 去年11月份美国宣布计划 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出5000万桶原油 在这两个月已经慢慢地释出一部分了 那么从数字也显示了 美国小企业的信心在1月份是下滑的 主要是受到了供应短缺和通胀高企的影响 我来看相关的话题就是油价冲向100美元 美国抑制通胀确实有阻力 美国白宫如何来 这个能够让油价降得下来呢 首先现在油价是肯定起稳在90美元一桶 当这个油价 有人说美国是能够石油天然气 自己自足的 它其实不是的 就是美国本身是石油美元体系的最大受贿者 但是反过来它也是受害者 虽然能够自己自足 但是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 它的油价是一定跟着全球油价走的 对吧 你不能说欧洲有天然气贵 我们这就稍微可以便宜 这天然气它有分割 但是原油是没有分割的 它早就从73年以后 包括金融体系是完整的一体化 是美国霸权非常重要的支撑地步 这个时候你不可能摘出来 说我们美国搞一个便宜一点的 那别人搞得贵一点的 有一点点溢价 布兰特和纽约企有点溢价 但是溢价它是总体是波动的 是浮动的 那现在呢 肯定就冲着100美元一桶去了 好了 如果说油价是100美元 而这个石油支出 在美国的消费者之后当中 又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就回到刚才这个词 这个词其实英文里面 它是挺迷惑人的 你以为它是个保义词 它其实是个贬义词 就是在情况变好之前 会变得更糟糕 它突出的不是说是会变好 而是说是变得更糟糕 你也有心理准备 当然这个午餐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呢 在那之前你得先饿一阵 对吧 你会变坏 所以变坏到变好 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间呢 就不停地往后延 所以刚才那位行长又说了 可能不是年底了 因为包括他们都说 年底又回到百分之 就年底倒过了百分之二 对 它又往后推了 就跟去年年中到90月份 预测年底那个数是一样的 原来预测年底就会百分之二 因为这个过渡就完成了 那结果搞了百分之七 可能明天可能是7.2到7.3 公布最新的数 一月份的数 所以就不停地往后延 所以那个变好 那个转折 什么时间发生 恐怕现在短期真的看不到 就是他说这话的含义 现在市场有关注的 就是美国时间经济四 要公布的一月份 CPI数据 到底会涨到什么样的情况 超出百分之七 会是多少的幅度呢 美国去年的出口大幅度增长 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当中呢 包括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呢 量都是不少的 一项数字就显示说 去年的年底到现在为止 美国出口液化天然气 到欧洲的量是大幅度增长 这也帮助了欧洲 所谓的对抗俄罗斯 日经新闻说 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进口 在一月份的时候增加到了四倍 成为对俄罗斯的筹码 欧洲天然气消费量 大约是三分之一的左右 三分之一左右是依赖 从俄罗斯进口的 目前来自俄罗斯的供应量 已经显著减少 俄罗斯国营企业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对欧盟的出口量 今年一月份降到了将近600万吨 比上年同月减少四成 而欧洲一直通过液化天然气 采购迅速弥补库存短缺 金融信息公司 陆福特的数字显示 今年一月份 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 达到了将近1100万吨 增加到上年同月的四倍 尤其是从美国采购的数量 在三个月里面激增到了三倍 占到进口量大约是一半 也就是欧洲现在正逐渐 接近确保 截至到今年四到五月份 所需的库存 英国调查公司 IHS Market的数字显示说 如果说再将气化的余力 还有没使用的发电能力 以及库存利用结合起来的话 即使来自俄罗斯的供应 完全中断 也能够维持好几个月的时间 下期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其实跟欧盟 还有跟美国合作的 另外一面的就是双方 他们有了竞争 就是在芯片的就地生产方面 待会儿见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马上来看一下 汇价和股市相关的消息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 报6.3653比上一个交易日 跌84个基点 但是在收盘的时候 资案价上升79个基点 报6.3609 离岸的人民币汇价 在6.37上下 美元汇价变动不大 95.48到95.68 至于A股和H股 今天都上涨了 内地股市走出了震荡回升的态势 护身三大股指全线收红 创业板盘中曾经一度跌将近1% 随后反弹回升 板块方面受到政策利好消息刺激 数字货币概念股集体冲高 带动其他数字经济板块集体拉升 中国移动盘中触及涨停 股价创下A股上市来新高 带动了5G通信服务板块集体上扬 上证宗旨收盘上升0.79% 报3479点 成交额3937亿元人民币 上证指收盘上升1.55% 报13531点 成交额5380亿元 创业板指数收报上升1.3% 北上资金净流入4.84亿元人民币 隔夜美股上扬 供中概股大幅度回升 带动了港股强劲上涨 恒升指数高开397点 一开盘就涨上了100天线 最后升幅有所扩大 金融股维持强势 汇控中银香港 渣打银行等股份 触及了52个星期来的高位 科房股也在隔夜 中概股走强的带动下反弹回升 比利比利大涨8% 阿里回升6% 恒指科技股指数上升超过了3.65% 收盘上升198点 恒升指数收盘报 升幅有2% 报24829点 大盘成交1407亿港元 至于昨天受到美国 列入未核实清单影响的 药明生物今天复牌 高开9.24% 收盘的时候下跌1% 报61.6港元 公司表示正在积极采取临时措施 要求将子公司 从未经核实名单当中移除 而对于美国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 中国商务部在《新奇尔经》表示坚决反对 要求美国应该回到合作供应的正确轨道上来 至于在香港方面 虽然说股市表现是不错的 但是有个隐忧就是来自于疫情 今天疫情第一次超过了1000宗 今天的新增确诊1161宗 疫情有专家说可能在2月底3月初 会是最高峰的时候 香港一季度的经济是肯定受到影响的 我们就此要谈谈就是香港的疫情严重 内地需要帮助快速增加香港的疫苗接种量 香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以前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打针 现在大家抢着去打针 所以今天上午呢 我们家就是有人去打针 那你发现全是老人家 要去拿那个忌日筹 但是不够 因为我们那个是春节前就约到了 今天去打的 那么我们说内地怎么在这个时候帮助香港 因为他现在70岁以上的老人 有一半还没有打过第一针 全民大概80%以上打了一针以上 80%打了第一针了 很多打第三针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极端 因为昨天是将近8万 打了8万只针出去 将近8万只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但是还不够 因为大家都非常快速地想抢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就派人过来帮打针 这很简单 那些作业的程序其实都不重要 要填个什么表 要扫个什么 因为你只能你愿打 打完之后回去慢慢地处理 那可以很快 一天我就可以打出20万来 这个是最简单能够帮忙 香港在这次怎么去有效抗击疫情的 然后第二个 检测 你派200个人来检测 我觉得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而且还要等到好几天之后 那个火眼实验室那些设备全弄过来之后 就是咱们以前的1月28号节目 我看过就说了 就是把这些采的样本送到深圳去边境 这个汽车过去 现在就根本就不堵车 45分钟就到了 到完之后呢 三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 或者说更快用高铁直接送 高铁底下是通的嘛 而且底下又没有人在运行 高铁之后同样30分钟就 就到了深圳那边检测实验室 30分钟就出 所以要用灵活的方式 把香港现在最需要做的时间 马上给做起来才行 内地可以帮助香港 缓解疫情的方法有很多 重点就在香港方面 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是最能够赶快把疫情控制住的 另外来关注一下 元宇宙的生态 从全球不同的国家 还从企业竞争之间的角度 来看一下最新的元宇宙生态情况 很精彩哦 首先是元宇宙会受到 英国网络安全法的规管 英国网络安全法即将要出台了 有专家就预告 像是Meta 微软等公司 积极开发的元宇宙 不能够逃避规管 这些科技巨拨随时可能面临 几十亿英镑的罚款 专家的警告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 比如说在元宇宙上面 大家互动的时候 有些女性藏脏到言语和信息 这也会被规管在内的 另外香港的一家企业的Sandbox 明天会售卖五百五十块虚拟土地 那么这是供一批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和个别人士认购 这也是元宇宙上面的土地 大家问的就是说 你会去买吗 现实住的都不舒服了 还要去竞购网上的房地产吗 另外看一下就是Meta 也就是以前的Facebook 他们的元宇宙业务 在去年全年亏损了100多亿美元 这也拖累了他们的业绩 在Meta在去年的总体业绩 不及预期的时候 创办人朱克伯格就说 来自其他应用程序 像是Titalk的竞争加剧 导致用户花费更多时间 在其他的竞争对手上面 所以我们来谈中国方面的Titalk 对Meta业务构成挑战 这是全球商业史当中的标志性事件 而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和开放 使中国公司在某一些细分领域 可能超过世界一流公司 Meta受到了Titalk的竞争 Titalk的影响不止 还对YouTube的影响 面对Titalk的威胁 还有串流平台抢客 Google旗下的YouTube 打算拓展NFT 也就是非同质化代币 这样的一个方式 要留住网红来抗敌 我们整面标题 详细就不说了 至于在中国企业方面 有报道说 中国移动现在也要拓展元宇宙 证券时报报道 中国移动公司要积极构建 以5G算力网络 还有智慧中台 为重点的信息基础设施 总而言之 这些都是跟元宇宙的发展 是有关系的 上一节我们谈到了 欧洲跟美国合作 在液化天然气的库存补充方面 来对抗俄罗斯 但是双方的竞争体现在 在芯片要就地生产 美国之前通过了法案 就是让企业在美国当地 可以获得补贴 可以增加芯片的生产 欧洲现在也有法案推出来 要帮助企业在当地有补贴 然后也可以加大生产 欧盟斥巨资 推动芯片业的生产 那么欧盟在昨天公布了 芯片法案 目标是到2030年 将欧盟在全球芯片市场的 占有率增加到20% 欧盟会投入超过430亿欧元 相当于3800多亿港元的资金 用在支援芯片生产和相关技术的初创企业 欧盟文会主席风德兰说 这个法案将会改变欧盟在全球的影响力 避免欧盟受到供应链中难的影响 也有助于欧盟成为芯片市场的领导者 那么有分析说 欧盟芯片法案寄出重金补助猛药 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这些比较大的国家 可能会是受贿最大的 但是这也形成了全球补贴战事不可避免 像是美国跟欧洲一向是反对补贴的 但是它那全都用补贴的方式 来帮助芯片就地生产 那么这会不会在全球来说 造成一种新的补贴大战呢 文会马上就此而分析的是 欧美巨额补贴芯片 好戏会在三年之后出现 文会为什么是在三年之后呢 我们先看补贴这个词 因为他们天天说中国不守规则 要用同一规则来行事 结果什么 是他们所不喜欢的这种规则 补贴来行事 而且他这个明目张胆的补贴 这个美国国会那边通过多少钱 比我们想的那东西要多得多 他说中国早半天东拼西臭 说这么补那么补 其实在底下的 他们其实早就有这个东西 那么欧洲现在也是有样学样 一样要补 好了 但是用这种方式 是一种和发展规划高度相关联的 走不走得通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三年之后看 这是第一个看点 三年之后成不成 第二个 真补出来这个企业行不行 它的对手现在不是大陆企业 是谁啊 是台积电和三星 所以你无论在德国那边 砸多少钱下去 如果不是台积电的企业 或者不是三星的企业 是英特尔的企业好 或者你自己的企业好 还是在美国那边 英特尔搞的那个 今年是200亿的一个厂 然后还有一个1000亿 未来几年要投的 它最终的直接对手 战场上对手 是现在亚洲第一大实质企业 台积电 它的直接竞争层面 是台积电里边的华人工程师 6.5万美元一年的年薪 和美国那边现在说的 平均是3.5万美元的年薪 还有欧洲那边是多少 现在我们还有没有拿这个数 但是我估计也是10万欧元起步的 所以就是我们不谈别的 就谈这两种人力资源成本的竞争 不谈在长期的学习和积累过程当中 台积电所积累的工艺的优势 和不断往前进的这个优势 因为你最终把这个厂做出来之后 你要保障它的良率 良率70%和80%和90% 就是一个天大的利润差距 好了 我们说为什么 第三个就决战在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第一 从宏观的规划上看 你这个厂一旦真的投产之后 它能不能按照你现在 发出补贴那些议员们 和白宫也好 欧洲像德国政府也好 法国那边也好 他们出来这个东西 能不能达到预期 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因为他们并不擅长做这个事情 你觉得中国很擅长做 那你就去做 那最后可能做出来 那个结果是完全理想不到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技术层面上看 是不是台积电对手 如果不是的时候 你的良率达不到 你发现你这个巨额的亏损 到底怎么办 第三个就是我们知道 现在虽然说芯片的短缺非常严重 很多人说又要延续一年 还要再延续一年 但是芯片总是有周期的 正好你投产的时候 碰到一个大的周期的谷底怎么办 你能不能够承受 所以我们说这三种因素加起来 就好戏可能是三年之后再看 那个时候的好戏是怎么样 我们却是无从得知 谢谢恩惠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